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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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當然開心 今天運氣比較好 還有這三隻質身馬都演得很好 趁著這個機會 我很感謝馬房的手足 他們做事其實做得不錯 計表現 我認為一向都很穩定 你知道我一向的馬不多 去年我都是年三十隻馬左右 都有十八輪 二十幾個第二 今季都是數目差不多 但就多了一些質身馬 希望質身馬幫到手 成功不只靠運氣 努力都非常之重要 歡迎收看今晚的賽後 你怎樣看 今天鄭俊去馬房 來個大三元 卡先生 馬房非常旺 對他來說 可能少少美中不足 就是有個當馬事件 損失了馬 不過他也說 一向他成績都很穩定 他真的沒有說錯 去年其實如果說頭馬數目 他是足夠的 不過就輸了給制度 因為你過一個制度 五班馬又只計兩場 才少叫不達標 其實他的頭馬數目 他真的交得很穩定 在我眼中他達標 頭馬數目一定沒有問題 我自己個人反對這條條例存在 不恩由不問 不過今天 小型馬房來說 三場頭馬 對比一些大馬房的三場頭馬 意義真的相差很遠 現在鄭俊偉贏的三場之後 距離達標 三場頭馬 另一位 何良 其實都好 因為值得表現 一位是三場 一位是四場 餘下 馬鬼主將有三至四個月的時間 兩位看來今季達標 審慎樂觀 我發覺一節淡三去 跑完打比賽事 水準比較低 今天最高是三班 原來中下游馬房成績好些 多些大賽日 下一次保持這些馬房 有高伯新 鄭俊偉今天都有成績 高伯新也有馬員 今天有些成績 我們逐場慢慢去看一看他 因為畢竟 其實見到 今天的各場頭馬資料方面 看下去集中在一些中游馬房 是強勢出擊的 但說到騎士方面 早段長字都是潘頓和報民 稍稍領先 但今天的騎士王 最後是報民 頭半場各贏兩場 潘頓、報民連場埋身肉搏 何銘年起了孖 但餘下那四場場次 一人贏一場 蘇紹輝、蔡明紹、希偉心、終盈禮 最失望今天是田泰安 第四都沒有跑過 白紙一張 沒錯 全日都好 看看九宮格線 內中外電馬 好像比較傳統少少少的私家三蘭 內蘭中電馬較好少少 另外,菲英奧牆放頭走 走掉你一點點 令你標區七身馬 今次賽事再出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馬里菲只是直路賽 整體來說 內蘭中碟也好一點 都像正常的私家三 結果一場雨 沒有令私家三跑道的模式改變 似乎不太影響 不如今次投場賽事 投場是四班次的拆組賽 但現本樂菲是十一號上校 投場賽事四班天二米 今天拆兩組 第一、第三場 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點 內蕩那邊是上校 中間黃衫、福國寶 家晴潘頓採取主動 外蕩紅衣、白衣、紅運派彩 然後鑽式、永恆都跟前 還有初出馬的尋寶 勇士啡三那一匹 內蕩有些奮鬥紅衣 外蕩是金運來 最後一陣的馬 健康心靈 今天來沙田跑 還有勇眼光的內蕩 中間出馬的幸運 紅衣、退出外蕩 時尚歡欣 包緊尾,暫時是經典之光 入彎轉了大半個彎 風國寶、泊船、紅運派彩 貼欄第三 上校二、第四 鑽式、永恆三碟 金運來 然後奮鬥紅衣、尋寶勇士 時尚歡欣出了最外蕩 在他內側有健康心靈 勇眼光這時候 內蕩等薄位 在面那隊 行運、紅衣、經典之光 入彎之後 前面暫時還是福國寶 拍著紅運派彩 福國寶的姿態輕鬆很多 紅運派彩就起世期 後面上來 奮鬥紅衣 先找到位置 在他內側正 勇眼光都在撅位上 撅到 反而上校打雷就不多 還有百多米 前面福國寶放到這裏 前面報速快 勇眼光這時候 趁機會先過他 後面上來 奮鬥紅衣 中間第一名勇眼光 結果過來沙田 贏得收強 福國寶第二 而第三名奮鬥紅衣 第四名上校 其實用眼光 以往沙田Q也未入過 上次有喘名 不過上校 其實早段 是否捉得快 已經拼命捉 其實是否應該頂福國寶 頂多一會 對,他主動捉 他變成捉到自己有些搶口 你讓人過來 他不一定要放頭 但捉到自己有些搶口 變成早段人馬 角力浪費了一些力 雖然報速也是快 但捉的時間是早些 大福國寶 在這個補足之下 頂到回來也相當不錯 其實都比想像中好的 上次跑一千而已 回來也不到 但這場賽事 後面差一點 例如健康心靈 好像今場有點失望 原來賽後驗到 氣管有血 健康心靈 即是未證明沙田 一定不行 這場驗也有事 幸好用眼光又沒有事 有時這些喘名馬 最麻煩 你不知道他何時喘何時不喘 即是你都很好跑形勢和馬匹的健康 上次是否慢了閘 是否只顧著趕回前 不斷扯得很重要 頭場前四名馬匹的馬匹 都是比較有艾蘭少少之力 先看看頭場分段時間 頭段23月57 第22秒55 每段23月84 賽事時間 1分9秒96 因為跑馬匹有些事情是有跡象 例如狀態進退 甚至有時 健康不要流鼻 血之前的模式 有時都會轉少少 但喘不喘名這件事 我看了這麼久 真的看不到任何跡象 看馬匹是一樣的 但有時喘有時不喘 你就變得很難計算 今天也有些馬喘名 喘名的馬 外觀有時是挺好看的 你不能夠靠看外觀 看到喘名的喘名 是跑才知道 希望這些馬 盡量在組織跑得順暢 喘名的機會發作 應該就低一點 這始終都是陣上的事 對 這些要看 喘名的續場計 另外新馬方面 好像陳寶勇士 陣上都比較有寶寶 有些邪飽的情況出現 今場的初出情況有怎樣看 都非常寶寶 三歲 未得住 兩筆初出馬 而且翌日都可能要跑再長些路程 對 要再看一看 不妨今場賽事 抹下七八這一對串Q馬 好像今場 技術性壓到對手 而且那個步速上都能吃得住 看看第二場賽事 似乎第一場看上去比較耐爛情況 好一點 究竟第二場中距離賽的情況 又會不會是商量 不如我們都可以看一看 第二場賽事 五班16米的中距離賽 大二門有些落飛 我就是一號的奧龍區 第二場的低班賽跑1600米 起步時快點 外擋新威王 快點 中間飛馬好威 以刻意搶前 內蕩劍自然會晚 淺藍衫天使獵人 黃三是獵狐者威 我當麻吉利還有一隻請不要紋 然後恆進之寶 留在中間的位置 拍攝熱門之一的果然進 在他們的後面 還有勁進無敵 然後奧龍區 暫時留在尾五 拍攝巴巴閉一齊 尾三是飛躍海船 在尾那隊暫時 黑衣是楊威四方 我當那隻是麒麗斷金 跑了500米左右 前面劍獵風暫時拍攝飛馬好威 放了出來 接著那隊是天使獵人和新威王 兩匹都很漂亮 接著請不要紋要走三碟 內蕩那邊紅衣是恆進之寶 中間黃衣是獵狐者威 接著還有果然進 然後巴巴閉勁進無敵 然後才是潘頓的告龍區 他走得順順 雖然重磅 尾四位置暫時很頂 尾三是白衣是飛躍海船 尾黑衣是楊威四方 包括他暫時是麒麗斷金 頭緣馬距離不太遠 六個馬位 彎都差不多轉了 向著直路進回的時候 前面劍獵風暫時帶頭 飛馬好威來到這裡都差不多 已經要騎 外面的新威王也騎 內蕩看看有沒有馬上來 天使獵人有點進展 走出外蕩獵狐者威 行進之寶一騎騎的領域 上來的馬就有 跟著他上來就競進無敵 走出外蕩 果然進和奧龍區 一對現馬都現身 最後二百米時 前面風雲色變 行進之寶這時候 拿了領先優勢 過了天使獵人 但外面的奧龍區 雖然背著重磅 衝起來都頗厲害 後面是果然進 前面的奧龍區 壓過行進之寶 看來都沒馬阻礙到他 果然進 第一名是奧龍區贏 第二名行進之寶 第三名是果然進 天使獵人 果然進行空地式武 淺藍袖在這裏叫個位出來 獵狐者威後面 這裏少少狼狽的狹狽的 都是找到個位 有些馬被壓壓他 小小又折一折 不過可能都沒什麼影響 回來他都輸一個馬位 輸給別人 你這樣看怎麼都輸 都不夠跑 奧龍區贏一些班 落到五班就很兇 奧龍區是四班 贏馬上名都試過 今天這場就是大熱門洋話 第四名的照片就是 10號馬 10號是天使獵人 冷門進來 看看第二場一分段時間 頭段24秒53 第二段23秒50 第三段24秒00 會段24秒38 賽時時間1分36秒47 天使獵人摺到內蘭好位 雖然他抽外檔 但因為看完第一場 其實四隻貼蘭的馬 包辦了前四名 所以第二場很多人擔心 奧龍區的十四檔 結果十四檔 其實早段三碟 回來都照贏 所以有時候的級數 質數都是重要的當位 但說到天使獵人 他在直播拉斯的時候 稍稍向外斜跑 突如其內 入到冷門第四名 之前幾場賽事 真的沒什麼看 但看他今場 你說贏的機會就沒什麼了 應該都是 因為他在那個位置出來 都給了機會 但看可不可以持續 保持穩定 以及走資 走規上 再調校好些 因為始終現在 入季尾的五班 厲害的馬就不多了 而千六更加少 如果跑得好些 希望可以贏回一場馬 畢竟他還側身 另外說 就是恆進之寶 今場賽事入 喬好像看上去 這隻馬都挺硬 仍然保持成績回來 我說他好像前鋒一樣 一隻似乎但不是很厲害的馬 省著省著 結果跑到第二 好狀態 但能力真的 在這分數都是差不多 這個分數都不太超 他可能始終都是外爾蘭馬 他逐點逐點好 但不會是能力很高 反而果然進 今天初初下來五班 因為他不斷上來的時候 拿一個位置他不算很順 希望再調校好些 這些馬 很早應該四班接近的馬 應該落到五班會起到作用 好 立即看看第三場 第三場 可能是四班千葉米的拆組賽 大二門是六號的營造組裝 好 來到四班千葉米的另一組 起步的時候 出得都算齊 快一點點 外檔那邊 紅衣皇帝英明 中間是營造組裝 內檔那邊 還有寧利標區潘頓 今次又是曾晴又翠搶在前面 好像福國寶一樣 接著還有威武寶寶 這些初出馬 然後魅力仔 好好彩彩 接著是烈火進馬 上次轉彎都很差 看今次又是外諜 接著還有明門望族 接著的馬 先看到領航星深淺藍衣 拍著他的馬 還有這隻天外驚天 在美隊 暫時 另一匹初出馬的暴風碎 拍著二話不雪 入彎時 前面的寧利標區 採取主動 打一條欄帶頭 拍著他營造組裝 然後又好好採採 威武寶寶 三碟皇帝英明 接著那陣 先看到還有明門望族 扔出我當魅力仔 烈火進馬轉彎 又是兜大彎 其他的馬 是二話不雪 走了內蕩駁位 和明門望族一起 入隊之後三百米範圍 前面單打獨鬥 暫時 寧利標區被營造組裝過了些 後面很幸運 內蕩上來明門望族 馬群中間上來 二話不雪 扔著尾巴 還有一百米時 前面仍是營造組裝 壓著寧利標區 但跑不掉 結果寧利標區 看到潘頓這部車輪 不斷打下去 結果反戰 他將第一名寧利標區 第二名營造組裝 第三名上來二話不雪 明門望族跑第四 原本寧利標區 上一次第四 不覺得他很厲害 但想不到他有這一招 放在前面 他上一次後追 其實他上次後追第四 不是很小 但這次再放在前面 想不到他可以放在前面 再想回 當時他的勢不是很好 被他過了 那隻福國寶 剛才那種都跑得好 又是照版主活 但跳出來最快的那隻 就是營造組裝 他也前置 不過他感覺上 比較單速一點 比馬國 其實他全條直路 都是壓著寧利標區 他在優勢之下 結果捱不到終點 我形容他好像黃腳立 那隻石 都是在我位置 但他又不是那麼容易贏 說位置他挺準的 跑四次 三個第三 一個第二 這次有進步 先保持 這隻馬 另外其他有什麼事 卡先生 滿望族都打光 很多朋友都留意 想著在四班有些行 但其實都打光 出閘那一下也不夠想 他有點麻煩 因為他贏就贏了1,600 但來到香港的1,600 他又搞不定 短途又追不及 真的要想想辦法 好 頭馬照片非常接近 贏的就是8號的寧妮標區 分斷時間第三場 透暖你23月86 低暖22秒55 回暖你23月85 今天的賽事時間 1分10秒26 寧妮標區 拉斯時又揮回對手 贏了這場頭馬 一起訪問一下 廉馬師容天鵬 其實原先的計劃上 都不是這樣做法 因為其實我們有三檔 本來打算讓馬來吸收 就留在一個比較手的位置 但聽阿潘頓說 這隻馬 機速度很好 這隻馬也很硬 所以他不想太阻礙他 所以就順利這隻馬 讓他輸出 神燈光照 當時在日本 由短到拍 贏到長途 其實這匹馬 會不會跟他爸爸一樣 會的 其實他不是一隻典型的短途馬 你看他下次可能要跑長一點 會是千世 慢慢再升上去 這些第二次上陣的馬 大家都未摸熟 實際上的跑法是怎樣 什麼路程 他轉的跑法就成功了 這個沒問題 但有些馬是有些既定的跑法 譬如以話不說 一定是留著來衝比較好 上次是放頭 其實等於那些萬里非智 他留著來衝很厲害 上次蘇偉已經跟我說 對,不放頭就可以 但有一場他無端端放頭 是 跟著沒有再放過 沒有錯過 還要去放頭 那不是很好 對,初衡報告也有說 廉馬斯業初衡 確認指示意或不說 今場是留後 大家都留意一下 一早 其實應該一定是留後 其實上次很當地 走去放頭 也有點不明白為什麼 至少不同可能問一問 但他確認了 今場是留後跑法 希望他繼續日後 都要用回留後跑法 今季未贏 暫時都還 希望可以繼續保持成績 回來 好了,頭三場我們看完了 休息回來 看看3D頭關第四場 可以見到這邊 明天 ż� 好 甚麼 第二 反對 為